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历史记录画笔工具顾名思义 它在使用的时候呢肯定是和历史记录相关的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历史记录是什么 首先呢它是一个历史记录面板 就是你在这里去做一系列操作的话 它是可以产生记忆的 它会给你记录在这里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的这个历史记录面板在这里没有的话 是在哪里去找呢 窗口菜单下面去找到历史记录 找到历史记录 之后呢我们可以给这张素材图啊 做一步操作 比如说我们在滤镜菜单下面 先给它去添加一个高丝模糊 你可以先添加一个高丝模糊 那么高丝模糊之后啊 然后我们就先默认它的一个半径值 确定整张素材图都模糊了 对吧 你会发现在历史记录的面板中 它就会多出来这个高丝模糊这一步 多出来这一步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呢只想让周围的背景去模糊掉 然后车保持原来的清晰状态的话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历史记录画笔工具了 然后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首先还是要知道一个概念 叫做圆 一个三点水 一个原来的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历史记录画笔的圆 圆在哪里 它就会图出来哪个 哪一步的这个状态啊 那比如说现在的圆 它是在我们最开始的素材图片上面 最开始的素材图片是不是清晰的 想一下 然后我们给它做了高丝模糊之后 它才变得模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个圆定在我们原始的这张素材图片上 这个时候你去擦它的画 用我们历史记录画笔工具啊 去擦它的画 那么它呢就会怎么样 就会还原成我们这个圆所在的这一步的状态 然后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如果说我们把圆放在高丝模糊这里 你把圆放在高丝模糊这里 直接单击一下我们高丝模糊前面的这个小方块 它就会放在这里了 那么现在呢 圆在高丝模糊这里 高丝模糊就是让它整张素材变得模糊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再用历史记录画笔工具去图它 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就是跟随着 圆所在的这一层的一个 一个这个状态呀 它会变得模糊 圆在哪里 它就会变成哪里的样子 这个就是历史记录画笔工具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历史记录呢 还是回到咱们的这个最开始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单击一下我们这个图层回到最开始的一个状态 之后呢咱们去给它做一个正向模糊 或者说是做一个动感模糊 做动感模糊 好我们给它做一个动感模糊 还是用它默认的一个数值角度 以及它的距离 距离就是控制它的模糊程度的 好点击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看一下啊 我将这个圆 我将这个圆 呃是不是需要设在这个最开始的状态 才能使这个车变得清晰 对吧 想要把车变得清晰 那我就应该把圆定在清晰的位置啊 最开始的位置 然后用我们历史记录画笔工具 你去擦这个车 啊那么这一部分 它是不是就变得清晰了 周围就是模糊的状态 好那么这个就是历史记录画笔工具啊 其实它的使用并不难 只不过在理解的时候呢 需要大家动动脑筋 去想一想老师说的话 课下的时候呢 结合这张素材图做一个小练习 OK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就上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同学们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看